我的情况你也了解 这不是离婚了吗 光靠着我姐帮成我也不行啊 我要自食其力 看我自己的能力养活圆圆 自食其力 值得鼓励 对了 你怎么想起来要找小事工呢 是这样 我的儿子 有些抑郁症的状况 他不太愿意跟人交流 最近也不太爱吃饭 所以他瘦了很多 我呢 是想找一个人 给他做饭 让他吃得好好的 健康成长 那要是这样的话 既然我也想找工作 要是能来你们家 跟你跟小凡做饭的话 那就再好不过了 那当然好了 那我的儿子就要苦苦啊 那既然我们现在是工作关系了 我们就先把条件谈好吧 嗯 我白天可以过来给你们做饭 但是我 把饭做好 你们饿了的时候 热一热就能吃了 好 没有问题 工资的话 就按半天 四个小时就可以了 那不行 那不行 我觉得啊 你现在应该是一个大厨的水平 所以我必须要给你全天的工资 高薪聘请你 陈律师 您这一共是七十块钱 正好啊 东西拿好了 欢迎下次光临 谢谢 梅花啊 这是你这几天的工资 做完了今天的工作你就走吧 我重新找了个更便宜的人 明天就来上班 不是老板娘 我干得好好的 你为什么辞退我 哪有什么为什么 谁便宜我就用谁 老板娘 老板娘 你说你找到了一个价格比我低的人来订替 请问价格是多少啊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我还就是告诉你 我就不乐意用你 怎么着啊 老板娘 做人做事要有道理 您叫我来这工作 我要是做得不好您辞退我 那我没意见 可是我明明做得好好的 你没有正当理由就把我赶走 你必须要把话给我说清楚 我还就是不讲理了 像你这样的女人 我们店面小容不下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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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说办完离婚手续就可以把户口签出来了 对 那我今天就签出 可以 请您先核实下您自己的户口信息 谢谢 谢谢 这是婆婆 无疑 媛媛 我的天哪 这前脚签字盖章 后脚就结婚前户口 这 这还是人干的事吗这个 谢谢 我来了 嗨 小凡呢 在这边 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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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阿姨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特别特别好玩 来 你自己拿着它 你看看 阿姨还给你带来了糖果 你也拿着好不好 小凡跟着阿姨一起去摘菜好吗 小凡 走吧 吃吧 去吧 啊 咯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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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坐 坐 来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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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啊 喂 钱阿姨 真的呀 太好了 太好了 那我下周一就去上班 今天这几道菜你学会了吗 光顾着吃了 学估计还够恰 行吧 那等闲了我再好好教教你 我看小凡还挺爱吃的 小凡吃你做的饭 胃口特别好 对了 最近还在上一班吗 是啊 现在服务业竞争都挺激烈的 那些在家里清闲门的太太 估计也因为老公钱不好赚 都出来打工了 你有没有想过 把工作辞了 到我家里来帮我照顾小凡啊 以前我怕你不太方便了 所以我没告诉你 不过 肯定会比你现在的工作 要轻松很多 你在同情我啊 你觉得我现在的处境 还能去同情别人吗 小凡现在的病情不太稳定 我是真的需要你的方法 我现在还有其他的工作 不能全天来照顾小凡 但是你放心 只要我一有时间 就会来照顾他的 他还是挺可怜的 过一段时间啊 我想 把孩子送到美国去 他一个人去吗 我也不想怎么办 我也不想怎么办 但是我想来想去 这是唯一的办法 那话你知道吗 每当你看见你自己的孩子 在你身边这么痛苦 而你却无能为力的时候 那种感觉 实在是糟糕头 所以啊 我特别害怕 有一天孩子没事 老疯了 你的意思是 要把孩子还给他妈妈来照顾 不是 我要把孩子 送到美国洛杉矶的医院 继续治愿 你说什么呢 绝对不可以啊 你怎么可以把一个生命的孩子 交给医院呢 那样的话孩子就太可怜了 我希望你能够仔细地考虑 再做决定 这个 就是我仔细考虑以后的情况 都安排好了 你说咱们两个人这是怎么了 之前还彼此地打气加油 还呐喊着 来缓解压力 怎么这么快 就都失败了呢 张律师 孩子是 父子怜心啊 你真的不应该放弃 你真的应该好好地想想 然后再做决定 放弃绝对不是最好的办法 孩子是你的亲身骨肉 作为父亲 你不应该这么轻易地 放弃对他的抚养和教育 父子怜心啊 你真的不应该放弃 你真的应该好好地想想 然后再做决定 放弃绝对不是最好的办法 你不是最好的办法 你知道我不是最好的办法 走 你要不灯 你不能建议 我你们觉得想要自己好 你不灯 你想要放弃 你不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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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媛媛还好吗 当然好了 媛媛 有没有说要找爸爸 为什么要找 你什么时候当好过一个爸爸 没话 还是不要关心别人的女儿了 还是去管自己的儿子吧 没话 我知道 我知道你现在还很恨我 但是 我不是说话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是媛媛的父母 这个事实是改变不了的 我们就不要再彼此的怨恨了 咱们为什么不能像外国人那样 我会儿见面的时候也像朋友一样 我们 闭嘴 给我让开 废话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呢 我就是 原谅 你说原谅是吗 对呀 你当然可以很快地忘记 但是我是被害者 我怎么会那么快地忘记 只要我有一口气在 我就绝对不会原谅你 绝对不会 没话 某些人正在那儿犯猝劲呢 看看我今天做了什么好吃的 程律师吃饭了 好 好 别玩了 我们吃完饭再玩好不好 今宝宝方收起来 咱们收起来 吃完饭再玩好不好 怎么回事小发 没关系 我来捡 我本来不想让你知道的 你认得爸爸这几天才有假结婚吗 今天不用让你来的 没关系的 这种事情 不是早晚都会知道吗 那你跟小楠先吃饭吧 好 我就先回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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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好吗 我没事 我 我就是有点心疼 我 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 他为什么要这么着急结婚呢 他真的对我 对我一点点轻易都没有吗 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 天花 其实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那么自责 也没有必要那么伤心 过去的事情 就要到过去了 一切可以重新改善 我相信你 凡事要放开了下 站坐起来 好不好 你跟小凡吃饭吧 我就先告辞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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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让你呢 没关系的 也许我哭过以后 我心里就舒服了 对不起要让你看到我失态了 因为离婚 是我心里永远的痛 也许今天过后 我的心就会慢慢地平静下来吧 说真的 我今天见到秦简 也非常的吃惊 女人的爸爸 婚礼确实 起床得比较早 但是我觉得 既然你们已经离婚了 那么就应该形同了 把以前的事情都忘了 我怎么可能忘记她呢 她是 她是我最爱的人 我们一起生活了十四年的人 我怎么可能忘记她呢 你别再跟我说这样的话了 我绝对不会忘记的 你别再跟我说这样的话了 我绝对不会忘记的 那是因为我心里有怨 那是因为我心里有怨 还有恨 我要告诉自己 我们怎样都要活下去 我要好好的活下去 我一定要让他们看到我的成功 我只有这么想 我才有活下去的动力和勇气 我才有活下去的动力和勇气 你知道吗 我每天躺在床上我都睡不着了 我通宵地失眠 我难受得都要发疯了 也许对于他们来说 也许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结束了 可是对于我来说 永远都不会结束 当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 当我工作的时候 当我看到演员的时候 无时不刻地我都会想起这件事情 我立马就会有那种 那种同彻心扉的感受 这种绝望的感受 你是不会理解的 你怎么需要回去 他们把别人 最宝贵的生活 践踏破坏 甚至抢走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 刚刚跟我冬季离婚 他们 他们就一点也不去想别人的感受吗 他们就一点也不去想别人的感受吗 你知道吗 我今天带着小凡去医院的时候 我在门口碰到了他们 那种人要有教养 他还跟我炫耀 偷别人的东西也是一种能耐 我就反复地在告诉自己 绝对不会原谅他们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们 绝对不会 所以 你要将生气痛苦到什么时候 才能结束 况且 你们中间还有一个孩子 如果将来为了圆怨 你们还会有争吵 产生很多很多的冲突 到那个时候 你也会像现在这样 去痛苦 去失落 去伤心 去憎恶 我现在无法体会你的绝望 走出伤痛 也需要一点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 你现在的状态 对你没有一点的好处 因为你的心里还有冤痕 您啊 只要心里没有冤痕 就会永远地 在痛苦当中去奸狼 在痛苦当中去奸狼 圆怨的爸爸 虽然现在是结婚了 但是 苍天牛眼 总有一天 他会为了自己的行为 付出他应该付出的代价 你刚才说了 你要坚强地生活下去 要让所有的人 看见你的成功 我觉得这个 才是你现在应该要去做的 比起 在这生气 在这怨恨 在这痛苦 你还不如 去好好想想 自己将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怎么样才能获得成功 你说 对不起啊 我今天跟你说了这么多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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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男人 好 착 师傅 辛苦你们了 哎呀 哎呀 我跟您说啊 这工期啊千万别给我耽误了 那一定不会 我这赶着结婚 您这要给我耽误了就分开麻烦 放心 一定给您完成任务 好 谢谢 谢谢 辛苦 辛苦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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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又买泡面了 怎么了 我给你请的那个阿姨 做的饭你不爱吃吗 阿姨 阿姨 别搅了 我让他走了 为什么呀 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妈 不是说下个月就要搬家了 为什么还要装修 妈 咱们不用搬家 不用搬家了 不是这房子被银行抵押了 不是这房子被银行抵押了 法院的传媒不会下来了吗 妈 我都解决了 你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 那是 就是把别人 欠人家的钱还给人家不就完了吗 您放心吧 他们呀不会让咱们搬出去的 你把钱还了 你怎么还的钱啊 不是因为咱们家一分钱也没有了 所以 所以才把梅花弄到生物分文的那里离开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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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后就不要再吃放免了啊 儿子 你哪来的钱呢啊 你怎么会有很多钱呢 不是你之前一分钱也没有 梅花他 他 他就是 什么都没拿呀 他就走了 你你你这个钱哪来的 你哪来的 妈 我不是 他这钱给别人拿走吗 所以 我就起钱都给转移了 你说什么 妈 这离婚总得有点准备啊 要不然离婚以后 我所有的钱都给前妻拿走吗 那我怎么办呀 妈 妈你怎么了 怎么了妈 妈 你这个混蛋 你这个混蛋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你 你怎么可以这样 这才没话啊 你这么防着他 没话是一心意为了这个家 不舍得 这不舍得用啊 你知道吗 那会儿说 身体不舒服 他不舍得去 阿姨自己一个人打理这个家 而你呢 你就防着他啊 一不就都不给他 把人赶走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你 妈 妈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这么多为了谁呀 为了谁呀 不还是为了您吗 不是您一天到晚 要孙子要孙子要孙子呀 你给我闭嘴 我没你这个儿子 我真的没你这个儿子 你真的作弃啊 你可不滑 你给我滑 你让我滑 你让我滑 你 你给我走 你走啊 你 没话 没话 你早可忍得 我们怎么没有这么一个儿子 我妈可以 哈哈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梅花 姐 姐夫 梅花 对了 姐夫 我还想问你呢 就是我那辆马六 还没卖出去吗 这车呀 要是送给二属车行呢 钱就给中间人全部给赚走了 我已经拖了好几个好朋友了 咱们再等等 好 咱们这个车现在也没什么用了 我呢 也还没有正式上岗呢 如果有了钱 手头还能宽裕一点 行 我知道了 我也催着点 不是 这钱你拿手里准备干吗呀 没想过呢 开个店吧 开店 挺好 那准备卖什么呀 那也没想好呢 慢慢想 对吧 这找什么急呢 妹妹 我说看了半天你这是芹菜呀 你怎么把芹菜放的这花瓶泪了呀 这都是有创的 这花哪儿来啊 这个是我们餐厅剩下来要扔的 我一看还挺好的 那就拿回来了 你看 我这么一搭 是不是还挺好看的 废无利用 你看 不光是好看 而且还有食欲呢 是吧 咱一会儿吃饭 就把它放到餐桌上 咱也来一个鲜花晚餐 对 再弄点调 蘸酱 花椒 辣椒蘸酱 美光 今天怎么那么早啊 我刚才来的时候 你在洗澡 我安眠你也没听话 是小凡 给我看一遍 早饭你做的 在西餐厅学的 到你这儿来做实验了 看着不错 辛苦啊 没有 我在西餐厅学的 到你这儿来做个实验 对了 你不是说要我到你家来 帮忙做家务吗 但是过两天正式上班了 我可能就来不了了 为什么呀 新的工作环境很不错吗 我这个新工作环境还真是不错 而且我觉得人呀 就是应该走出来工作 去接受一些新的事物 才能提高自己 其实发生这件事情以后 我一直想得到别人的同情 和理解 我总是觉得自己有多么的可怜 总是在想那些人是有多么的可恨 我不愿意接触任何人 一点小小的事情就能激怒我 但是我昨天突然想明白了 我既然忘记了 如果我痛苦的话 我的女儿也会痛苦 如果我流泪的话 我的女儿也会流泪 我不能再这么傻下去了 我应该 应该打起精神来 好好生活 努力地过好每一天 我可以打破 我能这么傻 我能介绍你 我能够 我能够